前卫福部长林苏妍担心了 未来武汉肺炎可能会流感化 也就是会和我们人类共存 因此他就建议了 应该要实施轻重症分流 轻症可以到一般的诊所 重症再到大医院 这个病毒有两条路走 一个就往SARS的这条路来走 第二个就往流感走 就变成流感化一样 武汉肺炎有没有可能流感化 和我们共存 如果真的发生了 前卫福部长林苏妍提出 让重症轻症分流 重症到大医院 轻症到诊所治疗领药 再回家隔离 怎么样分流 到底要不要设一个检疫所 他先来做筛检 然后把分成轻症的 以后轻症都可以在诊所来看 或者是在家治疗就可以 那重症的才往这个医院来送 不过对于诊所端来说 如果接收轻症患者 诊所内部该怎么让这些轻症者 跟其他病患分流 包含看诊动线 甚至小诊所 诊间只有一间 以及防护设备等等 会不会成为负担 我想应该不会太困难 因为譬如说 我们需要的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然后跟几家 譬如说整个医院不够了 然后需要多少比例的一个诊所 多少的一个诊所的一个量的配合 那基本上都可以讨论去做的 医师认为如果未来新型冠状病毒 已经变成流行 变相已经不把防疫工作当成优先 而是着重在治疗 就得赶紧研发出像流感快筛这种试制 诊所才有能力判断病人的状况 而到诊所的民众也不要恐慌 以后如果说冠状轻症的部分 然后划到基层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控制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平常就应该做好 我们院内的感染管控 好比说我们已经有非常流通的空气 然后一来的话我们的话呢 每天都会做好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室内的那个 不管是整洁还好 最重要是消毒啦 密闭诊间摆出风扇 空气清净机帮助通风 加上看病的民众都有自觉 戴上口罩就不必惊慌 诊所也强调 医护体系平常就得面对 无数未知的病毒 一旦政府宣布新的分流政策 也会尽力配合挺过难关 多谢这次进入一家新北市草岛